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在北京广播学院教俄语的方造 在同事的带领下开始练习法轮功 他是以传功的形式 他没有讲更多的理 随着人慢慢争夺 他就瓦身力加了 而且提出来他在转法轮那本书上 提出来对气功之间 说气功就是修炼 我说这么容易就跟成仙当道联系一块 那好像顺带你还有这个 还能成仙得道 这个旌旗 旌旗以后一看西郊门想到这有道理 确实他就幸福 为了能够尽快成仙得道 方造每天都非常努力地练功 心里一种空居 需要有什么东西来填补一下 要不活着不知道干嘛的 人他生活总是有目的 我觉得就能上去极乐世界 方造还加入法轮功翻译社 利用自己的技能 将李的书籍翻译成俄语 因方造出色的表现 被法轮功组织任命为 北京广播学院站站点辅导员 非常地狼狼 做一件事 你好像被使唤的独子似的 谁都可以在练功时候说你 没有共享尊重这一说 没有从他们那儿得到任何的爱 都是排斥 打击 击架法 指责 还有度计 都是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在里面没有温暖 一天晚上 翻译社要召开全体议员会议 方造因腰疼本来不想参加 但工友说 人多气场大能治好腰痛 于是方造来到开会地点 并第一次亲眼见到他日思夜想 自称为祖佛的礼 我他肯定看见了 离他这么近 而且我有点表演一下痛苦状 我想他是这么大的佛 他不帮我一把 这很容易受到情来的事 发一个工就行了 我腰就不疼了 等了半年也没有 他也不问我 我说不能这样 大慈大悲的 活不能这样 最后他问我 腰疼好什么 我说没有 还加重来加 意思是老师都来了 你还气场不强 那确实我造成怀疑了 当法轮功被政府定性为邪教后 利益逃到美国 这件事对方造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一个最大的打击 就是受欺骗了 他不知道我这么信任他 也不知道这么多人就信任他 他开始冷静下来 反思这整整十年的练功经历 十年以后 你再回头看见 没有什么 值得留恋的地方 全是苦涩 酸楚 委屈 想起来就让人流泪 心里邪魔者到底 还有没有真神 碰到头部血流 都没有碰到 有那么一个 心里有这么呼喊 神啊你到底在哪里 他曾经的一个学生 送给他一本圣经 并向他介绍基督信仰 告诉他世界上只有一位神 他通过阅读圣经 开始认识耶稣 耶稣最大的特色是舍己的爱 你说他 不管有大上 全上而且全能 他有慈悲心 能够救你 能够拯救你 而且他能做到 真的那么做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是在他的怀里 是在他的怀里 他主耶稣的怀抱里 很高兴 当方造意识到 耶稣正是他一直寻找的真神后 他决定成为一名基督徒 决志祷告 决志祷告 我总要哭 就是回家了 哭得要真正回家了 在外面瀏覽了这么多年 像有这个骗子 骗子 我们都是迷失羔羊 我也迷失过十年 既然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是真神 如果没有他做宗宝 所以 也就是迷失羔羊 我们都迷失羔羊 不可能到我这儿 如今方造已是一位77岁高龄的老人 虽然三年前他患上帕金森 但是他的内心中却充满了喜乐 对死亡毫无恐惧 因为他有一个永恒生命的盼望 盼望就是回家 因为我相信神经上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 它必须全部是真的 这才是神的我的话 神不会骗我们也用不着骗我们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为神的事 去同背十字架 你死了也能活 也是走向永恒 神经答购